要说金庸笔下的头号英雄 非射雕英雄郭靖莫属 这不只是因为高强的武功 更是因为真实存在于历史的六位人物 有人踏遍半个欧亚大陆 以身攻克七百余成 有人大意凛然 忠诚于自己的国家 而这些人物特质的结合 才是郭靖这位武侠人物的真实原型 郭靖名字的来历并非杜撰 而是南宋时期 确实有位名叫郭靖的人物 史书对于此人的记载比较简略 但却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佩的人物 南宋开袭北伐期间 宋将乌锡作为四川地区的军事将领 手握重兵 却在与金朝对峙期间 逐渐萌生了叛宋的念头 于是开始暗通金朝围困宋军 并且献出关外四周 请求金国封其为蜀王 当时郭靖是四川江陵地区 某位土豪的护卫队首领 他因不愿降金 便舍弃田地房屋 带领家眷和百姓顺江迁徙 无锡得知之后立刻阻结 无比愤怒的郭靖对弟弟说道 我宁愿做肇事王朝的鬼 也不愿舍弃汉人的身份 随即跳江自尽 所以金庸描写的郭靖的姓名 便是取自此人 以表现其大意凛然的爱国精神 不过除此之外 历史中的郭靖 并无其他事迹与小说类似 也没有生活在蒙古的经历 小说中 郭靖跟随成吉思汗习征 立下赫赫战功 而这一部分经历 便是取自一位名叫郭侃的历史人物 郭侃自幼被蒙古将领史天泽收养 经常跟随史天泽出入战阵 十分骁勇 在此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之后在蒙古帝国的西征当中 取得了辉煌战绩 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欧亚大陆 以身攻克七百余成 因此有着东方天将军的称号 根据史书记载 他早年率军在新卫州大破四万金兵 并且跟随肃部台攻打汴京西门 迫使金元帅崔利投降 1252年 郭侃跟随叙列武西征 在征讨波斯的暗杀教团穆拉一时 以五千人马击溃了五万波斯军 并且连下128座城堡 斩杀波斯大将 之后 郭侃继续西进 进攻黑衣大师国的国都巴格达 期间一共攻克了三百余成 最终经过一年多的激战 灭亡了有着五百余年历史的阿巴斯王朝 还有在征服沙特一带时 郭侃识破了当地将领甲义投降的记策 并成功击败敌军 拿下185座城池 随后 他又率军渡海 进攻埃及等地 取得了显著战果 原始组忽必烈登基后 郭侃尚书陈建国豪 驻都城 力行台 兴觉校等二十五市 以及平送的策略 他的建议被忽必烈接受 并逐步实施 由此看到 小说中 郭侃跟随成吉思汗西征的情节 与历史上郭侃跟随序列物西征的经历相呼应 郭侃勇猛善战和智谋过人等特质 也被金庸融入到了郭敬这一角色 尽管小说中 郭敬最终选择回归南宋 与历史上的郭侃有所不同 却与郭侃的精神内核几乎一致 襄阳是中原地区的军事重镇 北方大军若能占领襄阳 便可顺江而下 威胁南宋的都城林安 郭敬镇守襄阳 则是小说中的重要情节 不过在历史上 镇守襄阳的将领当中 并无郭敬此人 而是大将吕文德和吕文焕兄弟 吕文德长期活跃于抗蒙前线 与蒙古军队作战长达三十余年 多次成功击退蒙古军 1237年率军支援安丰 成功解围 1242年率领三千人的突击部队 进攻蒙古人占领的汴梁城 又分别在1244年和1248年 成功解围寿春和四周 并且赶走了围攻的蒙古军队 之后 吕文德开始镇守襄阳 凭借家族力量 组建起了一支强大的吕家军 他们在襄阳防御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吕文德在镇守襄阳期间 却犯下了重大的战略失误 他允许蒙古军在凡城外设立市场 结果被蒙古利用 成为了敌方修建堡垒的掩护 最终导致襄阳的两道被切断 这对襄阳的防御产生了严重影响 吕文焕早年跟随吕文德与蒙古作战 屡进战功 因此曾被封为中量大副 1267年正式接受襄阳的防御任务 在长达六年的襄阳防御战中多次出击 试图打破蒙古军队的包围 曾经率领万鱼骑兵和百鱼艘兵船 前去袭击襄阳西北的蒙军万山堡造船基地 但是不幸被蒙军打败 后来襄阳城无法与外界联系 吕文焕多次求援无果 他在城内物资紧缺的情况之下 仍然坚守 展现了极高的责任感和忠诚度 不过因为形势所迫 最终在襄阳失守之后投降了元朝 尽管其投降行为在历史上存在争议 但却不可否认他在襄阳保卫战中的顽强抵抗 而吕氏兄弟镇守襄阳的事迹 其实就是小说当中郭敬镇守襄阳的情节 最后郭敬的身上还体现了英勇无畏 誓死如归的精神 这些主要来自于张顺和张贵两兄弟 在襄阳被蒙古围攻的第五年 他们兄弟二人临危受命 带领三千民兵组成赶死队 在汉水水卫大涨之际 率领船队从水陆强行突入援军重培 最终历经多次激战 抵达襄阳城下 只是张顺在战斗当中不禁遇难 他的遗体被发现于水中时 仍保持着怒目远征 英勇不屈的姿态 随后张贵带领圣域部队 成功进入襄阳城 为城卫守军送去了急需的物资和补给 他曾计划联络引州的殿帅范文虎 约定南北夹击援军 打通襄阳外围的交通线 然而由于范文虎未能如约接印 导致张贵在突围的过程中 被援军俘虏 最终不屈就义 倚天屠龙几中 灭绝提到郭靖在襄阳破城的殉难情节 这是金庸先生为郭靖这一角色 安排的悲壮结局 彰显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期待 最终通过郭靖 讲述了六位历史人物的传奇事迹 我找到你最终的心中 我认识你 你不愿意